北京时间1月14日 NBA常规赛勇士对决熊路 场上出现了一次争议判罚 字母哥突破走步为例 裁判漏判 库里不停示意裁判被无视 水花一上来慢热 汤普森前三次出手打铁 包括两击三分 库里打了五分钟 没有出手 反观熊路 在字母哥的带领下 球队多点开花 字母哥一上来 就冲击勇士薄弱的内线 突破碾压上篮 空接爆扣 甚至拉开到外线跳投也有 前三投三中 拿到了8分 随着波蒂斯上篮命中 熊路开局5分钟 打了一波16比4 勇士不得不暂停 暂停回来 汤普森被换下 波蒂斯反击爆扣 熊路完成18-4攻击波 库里突破上篮 命中第一球 不过 随后场上也出现了争议一幕 字母哥面对普尔的防守 持球转身突破到篮下 然而 这一球他明显走步为例 库里急得直接做出走步手势 向裁判示意 裁判非但没有吹罚 字母哥走步 还给了维京斯投篮犯规 最终 第一节勇士挖了16分大坑 字母哥第一节六投四中 拿到了11分 第二节回来 波蒂斯连续命中 熊路已经将分叉拉开 到了20分开外 出现了17分大坑